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来继续说明 这个我们的实践策略 就是第2项 也就是策略2 那么策略2的主题呢 标题叫做 写天子与令诸侯 那么刚刚 已经说明了 就是上一个小回合呢 已经说明了 这一个策略 它的来源 那是经过 这个否证 这一个 的过程 而导出来的 那么我们 接下来 就准备了 来做这个实证咯 也就是 来 做策略2的实践 来透过实践的 过程来 做的实证 OK 好 那我这边 也是一样 帮你铺垫一下 来衔接一下 上个小回合的 这一个 所介绍过的内容 就是 刚刚呢 就是在上个小回合呢 我们 这一个 提到 这一个 我们怎么得出来 这个 策略2 也就是说 有很多人 问高老师 那么这个 邪天子 令诸侯 这个实践策略 是怎么出来的 所以我才 在上个小回合 在上个小回合当中呢 把这一个 思路的一个过程呢 跟你介绍咯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再来说明一下 就是在上个小回合 所 这一个 这一个谈的过程呢 都是在 假定 否证 的引领之下 也就是我们的 四项 四种 这一个 假设性的思维 的一种运用 那么引导我们 探索更多的 这个 unknow 就是我们 一直在谈的 啊 这个 啊 我们 啊 know unknown 我们探索到更多的未知事物 虽然还没有进行实证 但是 也显示出来 啊 这个越来越多的 这个跟我们的目标 有关的新事物 而且呢 啊 这个有正面关联的新事物呢 逐渐的浮现出来 譬如说 我们在上一个小回合呢 也 看到了 建立两层的EIT 的确呢 它可以 让我们呢 在这个 啊 结构里头 能够呢 一个i 是代表的 是一个 Android的框架的i 一个代表 朝照框架的i 那么在透过 朝照框架的i 来做转换 的确 我们能够呢 这一个 包装 这个Android的 api 然后呢 转变成为 我们自己 制定的 api 所以这个 更多更多 这个事实 已经浮现出来 因此呢 让我们 越来越有信心 所以我们就继续的 探索下去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的探索 的部分呢 将转为 实证 OK 转为实证 因为 这个 假定跟否证 他最重要 最重要是在引领我们 探索未知的事物 那么我们的 这个事物 已经 越来越发现 我们的 这个 逻辑是通的 也就是 左脑呢 已经 现在已经 这一个 能够认可 这样的一个愿景了 我们就 转为实证了 所以呢 在转为实证的时候 我们要回来 这个 仔细的观察 这个 景象 以及观察这个问题 观察这个问题 那来看看 这一个 这一个 一般所遇到的问题 它的来源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 脑筋里头呢 有了我们的策略 有我们的基础 有我们的方案 所以我们再来看 景象跟问题的时候呢 跟一开始 模糊的景象 一个 不完整的问题 的时候 并不一样了 现在再来看 把这个 现实的景象 跟问题呢 会更有更有 这一个 这一个 我们所谓的 叫做 洞悉力 就是我们 能够看到的 更细腻 我们能够看到 里头的 更重要的 更是任督二脉的地方 所以 跨越 这个大平台 跨Android大平台 它的问题呢 是源于 被别人EIT 所以这就是我们心中 有了这个策略 有了奏法之后呢 我们就会用这样去形容 我们的问题哦 那如果我们没有经过 上一个 回合呢 等等的 这样子的 假设跟否定 那么我们 对于问题呢 只会用文字去说明 就不会 用这样的一个 很专业的 一个很有 这一个策略面的 这样的一个书语 叫做被别人EIT的 啊 别人称为强龙 我们称为 地头蛇 担任装配 这一个 就是我们 被扁为这个 地头蛇呢 那么地头蛇的任务 就是担任 装配 这个T的角色 OK 哦 这个就是我们心中 已经有了 这一个 策略方向 已经有了 这一个 时间策略 虽然还没有实证 但是 我们 已经 在回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以把一个 原来很模糊的景象 一个 不完整的问题呢 啊 就是增强了我们的洞悉力 所以我们就用很专业的 这一个 几句话 就把整个问题呢 啊 把景象问题的 增结 全部 得出来 咯 啊 这就是我们 经过那么漫长的 这个 假定跟否证啊 功夫是没有白费的 啊 那希望你能够 啊 从这里去领悟到 我们为什么要经过 这个 假定否证的那个漫长的过程 啊 那就是 他可以增强我们 对这个现实 景象 的一种 洞悉力 啊 那 对我们 制作策略 是非常有帮助的 可以啊 找出呢 啊 这个月 非常能够 这个以最低的成本 啊 以最方便的方法 四两拨千金 把这个问题解了 OK 所以 在别人的平台上 受制于人 因此呢 才有这个 啊 跨平台的期望 因为你是受制一个人 受制于别人 所以才会哗哗叫嘛 比如说你被绑住了 你就哗哗叫嘛 所以你就希望跑掉嘛 对不对 摆脱掉别人的 这个 啊 事负嘛 一个枷锁 对不对 是因此呢 就展开了 争夺这个API的制定权 啊 有了这一口的制定权之后 还会争夺呢 这一个逻辑的控制权 OK 那这就是 因为 那理由 这是因为 被别人意外提了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实证一下 我们经过 那个漫长的 创意的过程 所找出来的 这个车类咯 啊 这个车类咯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Android的大平台框架里头 我们是几率的 因为 我们来几个例子 实证嘛 啊 几个事实 来证明看看 我们的 我们的 这个 实践策略 会不会通嘛 OK 所以我们就 几个来看 例如说 以这个 Bi的 啊 这是 Android里头 很重要的一个 跨 跨进程的一个通信机制 那么这个 Bi的呢 其实就是 我们看起来就是 Android的 E跟 I的位置 咯 那这个就是 I 那这个本身就是 E OK 那这是 Android的 API Android的 API 所以呢 它总共提供的 三个 API 一个 这个是给 可爱用的 一个 这个是给 给这一个 啊 我们的 子类的 就是一般的 我们EiT的 给我们的T用的 那这个T呢 是属于 自己在加化成的 这种T 然后呢 这是给本地的 就是给 希跟希加加达 给等底层的 啊 那这是给这个 啊 这一个 底层的 这一个接口 啊 这是Native 这个接口 啊 所以它总共提供了 三个接口 好 那我们就是 以这个例子 来实证一下 我们的 这个实践车类 会不会 产生效果咯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啊 这一个 我们的Mardule 这就是我们写的 黄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写的Mardule 啊 我们这个Mardule呢 的确 都被 Android的框架 EIT了 OK 啊 事实 我们呈现出来了 啊 所有的问题呢 我们的问题的 增结 就在这一个 被Android的框架 给EIT了 啊 所以呢 我们的 受制于 别人的接口 啊 因此呢 我们就 隐隐约约 看得到 我们的 一个方案 我们的 实践策略 是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的 咯 所以就 会来更有信心的 走下去咯 好 那我们现在 这一个连底层的 也被EIT了 有没有 这个是 啊 西加加层的 啊 这一个 这是实际的 啊 一个 代码 所以呢 从实际当中 可以证实的 我们的问题 现在啊 是 了解的很 拓彻 而且是 啊 非常务实的 好 那我们现在 了解的这个 我们问题的来源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要展示咯 展示我们的 这个 呃 实践策略 啊 看它的 效益如何咯 所以呢 我们就 啊 这一个 啊 写一个 啊 这叫做潮潮框架 啊 这叫潮潮框架 啊 这一个 那么潮潮框架呢 它把这一个 实现了 把这个实现了 所以啊 屏蔽掉 这个接口 屏蔽掉这个接口 然后呢 它也 写一个 proxy 啊 它把这个接口呢 把这个接口转变成 啊 这个是 我们制定的接口 啊 制定的接口 用i来表示好了 所以呢 它把这个 经过这一个 啊 来 啊 来 转变成 啊 这个是 上面的t 那也是 下面这个 eit的1 的1 所以经过这个的转换 把这个 给我们的接口 把它包起来 转成我们自己的接口 哎 所以这个实证上 告诉我们 这个solution是通的 好 那就是对于 这个server的部分 对clive的部分呢 还可以写一个proxy 把这个接口包起来 提供一个新的接口 新的接口 OK 所以呢 它可以很完美的 屏蔽掉 这个接口 啊 这个接口 那这一个 等一下马上就看到了 啊 屏蔽掉 这边的接口 然后呢 接下来是 啊 自己制定 一个新的接口 啊 所以 这个新的接口呢 这里是画错了 画错了 这个新的接口在这 啊 啊 那这一个东西是 这一个 这是旧的接口 我们刚刚看到了 这里 这是 啊 原来的接口 原来的接口 所以我们是 啊 新的接口在这里 啊 新的接口 啊 这个不是 啊 新的接口在这里 OK 啊 所以制定了 自己新的接口 啊 然后 封装了 别人的接口 OK 然后再来 屏蔽 大平台的 看接口 就是这个 刚刚所看到的 是用一个proxy 这一个类 啊 然后来 包装 这个接口 提供 自己的新的接口 OK 所以呢 这个整个 潮潮框架 啊 这个部分 叫潮潮框架 潮潮框架 把这个 汉仙帝的 两个接口 一个是这一个 这是 对这个 T的接口 啊 对server的接口 一个呢 这个我们称为叫CI 就是对client的接口 啊 两个 都把它封装起来 然后呢 这边提供我们自己的新接口 这边呢 提供我们的新接口 因此呢 我们看起来 我们的这一个 啊 依据我们的多层框架 啊 多层框架 啊 在上个小回合 的这个多层框架的结构 啊 的确呢 能够发挥的 它的效益 会有它发挥它的效果 所以呢 我们就继续的 把这个超超框架建起来咯 就可以提供给 这一个别人呢 来写这个 啊 写这个AP咯 或者写这个module啦 所以这个部分 也是归到我们现在 我们的my module 好 这是也是我们的my module的 啊 这一个一部分 啊 这是my module的server的部分 这是my module的cline的部分 ok 啊 cline的部分 这server的部分 所以我们弄一个超超类 啊 就把它屏蔽掉了 把这一个东西屏蔽掉了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my module 就不受制于它的这个J口咯 因为我们这个module呢 只会用到这个 这自己定的J口 然后呢 这个my module呢 也不会用到它的J口咯 它是用到我们自己定的J口 所以呢 这一个啊 平台有改变 即使把这个J口的名字都改啦 我们这里还不用改 还不用改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样就可以跨 这个大平台 啊 跨大平台 ok 啊 跨大平台 那这一个部分 叫做超超框架 这叫汉线地的框架 就是enjoy框架 这个是我们的module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跨 这一个啊 跨enjoy平台咯 同样的 这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一样跨葫芦 刚刚是在解决这边的问题 有没有 现在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一样的技巧 一样的去啊 这一个 这一个 鞋天指令诸侯 ok 啊 所以 又跨大平台 又跨小平台 啊 这个 我们后面 啊 到这个 啊 第三的 啊 策略三的时候 再来谈 ok 啊 这叫做 啊 跨自己的 啊 平台 因为这现在是自己写的嘛 ok 啊 那如果这是别人写的 的确 EIT 也可以把别人EIT了 所以也是跨小平台 没错 ok 好 那我们几个例子咯 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Android的游戏端的软件 它可以发送HTTP到Google的云啊去调用它的server的接口 所以呢 就是 这是手机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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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手机端 然后这是Google的啊 这个云啊 Google的云 所以这是HTTP 透过 Internet呢 来访问它 来访问它 OK 那这是 啊 ZA的 啊 云的 结构 云的 结构 那我们这一个是我们自己写的啊 买Marge 啊 买Marge 这一个接口 我们这里头就很难跨平台咯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里就应用我们的技巧 建立一个超超框架 啊 超超框架 让我们这里呢 应用我们自己定的接口 来取代它的接口 对不对 那这样子我们的买Marge 就可以啊 跨大平台咯 啊 跨大平台咯 啊 这是以实际的例子啊 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的 那么我们这个叫做超超的平台 啊 超超的框架啊 超超框架 啊 那这个是EIT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EIT OK 啊 本身一个EIT 啊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啊 那也就是双层的 这是另外一层 就双层的EIT 好 然后呢 让这一个 这边是I在这里 所以 让这边的I 是代表Android的 本来的I 这是我们自己 转出来的I OK 好 那这里为什么会把这种分开来呢 这就是 我们的概念就是 把重要的逻辑呢 跟这一边把它分开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个 T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是 啊 属于这个 啊 EIT T的一环 啊 这个整个是一个EIT 啊 EIT 然后这个就等于是我们的平台 啊 这个平台呢 跟这个T把它分开 T是为了跟它衔接的 那很多重要逻辑放在这个平台 啊 放在这个平台 啊 这是一般的做法都会是这样做的 啊 就是我们有看过了 我们的这一个 就是引擎 这是轮胎 这是我们的高速公路 啊 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这样的结构有什么好处呢 啊 啊 这个ZM可以变成一个壁伏的身体 这个变成壁伏的尾巴 啊 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 啊 这一个 因为跟它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当这里有改变的时候 大平台有改变的时候 这一个要气味求生 这个要气味求生 啊 就是 跟随着这个大框架 而 啊 而改变 那么这一个部分呢 就可以不用改了 就可以不用改了 所以呢 这个在 这是在做超超框架的时候 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啊 就是啊 做这个壁伏跟 啊 壁伏身体跟壁伏的尾巴 做分离 啊 做分离 那这样子可以让 超超框架本身 也能够 跨平台 OK 我们今天谈的 不是只有 让我们的买妈酒 跨平台 而且呢 还说明了 怎么样子让 这个超超框架里头的 重要的 这个模块呢 也能够 跨平台咯 OK 啊 那这就是 叫做 壁伏的 弃伏求生咯 所以呢 在我们的 学天使令之后的 这样子一个实践策类当中 还要加了一条小策类 叫做 弃伏求生 啊 叫做弃伏求生 OK 好 那我就帮你介绍到这里咯 我们 啊 就 接下去 啊 教会再来看看 策类3 就是建立中间间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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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